哈喽大家好,我是大尔帅,欢迎收看本期大尔帅观战,来观战一把绝活风眼,他现在7加24,这局可能是他的一个杜劫局 祝愿女能完成一把四杀完美杜劫,登上巅峰 阵容方面我们来分析一下,有机械师,祭司,拥兵,前锋,这套阵容风眼打的话,找到机械师说实话,想输都不太好输 但这个位置前锋拉一波球进交互点,一刀戳,前锋回升下板,nice 怎么说呢,我觉得没必要去跟前锋多做纠缠,他这边主要的一个核心,现在开局的话 更多的是需要去找到机械师,找到机械师,对吧,一切都有,找不到机械师,一切都是空的 哪怕你上来,对吧,抓了一个祭司的祭司,只要待会儿,对吧,队友前锋一波撞 然后救下来,进了医院,那恐怕,对吧,就再也找不到了 这个还是经常常见的,就是抓到箭矢,他的二六能力约等于零,六不动的,你没有闪现的没有关系 对手就一个前锋,对吧,好,这边找到箭矢的王,可以 这边应该是一个蓄力刀,贴边走,贴边走,蓄力刀带走 机械师,炸点,这个机械师好像是爆了乌鸦的,那证明他前期是没有修过电机的 然后这边摸一下电机,再坐电梯下楼 压一波脚步,压一波脚步,好像看见了吧 好像看见了,但是因为这个封印他现在没有进入一击啊,他也没有办法利用他的一个遥控器 来进行一个操作机关墙 这边好像想要上二楼,解尸他是不是看错了,都是女性角色身材差不多看错了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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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这就难受了,诶,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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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情况 他走到哪,群者就到哪,难道是自带一些额外的附加的天赋啊,吸人功能 那这边要抓祭司了,这边抓祭司,祭司还剩一个洞啊 这边绕过去以后一波加速,应该还有一个洞能打回来 闪现,交不交,不交,求稳,怕你万一我闪出去一个洞打回来 我这边就不好抓了,卡了,我天,我天 这绝活风也卡了,杜结绝,可能是个杜结绝 今天晚上他说他要上巅峰的 惹谁不好,你惹潘大帅 希望各位观众引以为鉴,好吧 赶紧把名称改成大帅专业解说 要不然 滑一下 难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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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了 这局本来就不好打啊,他哪怕是抓了这个祭司也不一定能赢 但是有机会给保平,再加上那一波卡啊 玩笑归玩笑,我们正常给大家分析就是 本身这个局势就已经偏烈了,因为他抓个祭司呢 我觉得他守住是有机会的啊,但是他抓一个祭司的话真的挺难的 这里怎么可能闪现一刀打前锋吧 还真闪现一刀打前锋,然后把祭司挂上 以后打一波无敌防守 完美防守 前锋来了,这前锋得理不饶人 佣兵的电击,看一下介绍,修一台 佣兵,这边电击点亮加差最后,差半台了 没了,落地刀 听起来前锋,再来,撞,漂亮 这一刀打完电击估计有点亮了 嗯,想保平 目前来看,不是很有机会 前锋还要撞一波啊 哎呦,这前锋真的是,就是这种前锋最好玩的 我也喜欢玩,没有什么太多压力对吧 电击都好了的,我只要负责硬撞就行了,硬来就行了 这边还帮忙扛刀开门,可能是一个四跑 祭司的话不一定找到,哎 把前锋给捶了,然后把这里的人赶走 这祭司,还不一定啊 这边可以封一下门,他把这个门给封了 先把娃给打了,然后把里面两个人赶走 哦,这难道能平? 哦,祭司拉大洞了,拉大洞了,拉大洞了,拉大洞了 走了走了,哎呦,这个洞我去 走了以后,这边还想要把前锋摸起来 那,应该是一个三跑起步啊 留一个吧,留一个吧,留一个吧 哎呦,这最后还拉了个大洞 嗯,这是太难受了,好,我就留一个了 跟你们说清楚,我就留一个 嗯,对吧,哎,没封住了,把自己封住了 嗯,机械师没走呢 这边过来,镜头给他前锋 走了走了走了,四跑 嗯,中间那波卡确实太关键了 因为本来他闪心粘在上面,祭司一定是倒的 无论他这边那波翻出去是省闪一号 直接闪一号,这祭司该倒都得倒 倒完以后呢,他提早把人挂上了 是可以去保平的,我觉得 真正的话,抓个祭司 但凡一波可以救下来的话 穷子还能够去慢慢把局势来盘回来 可以盘,但是怎么说呢 卡了嘛,这个比较难受了 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